一二三四五 我賣 滴滴 大大將 你決定好今天的晚餐了嗎 我們五妹美食頻道 每週二 每週五 每週六 都是五點更新 記得幫我們訂閱一下喔 想吃韓式炸雞的人舉手 嗨 嗨 嗨 可是韓式炸雞的話 現在好像也是可以外帶嘛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這次我想要體驗的是 多一元多一盤的活動 虛擦式都會有那個 加一元多一件嗎 對對對 韓式炸雞 可是韓式炸雞本身就算是蠻價位的 怎麼會有這麼佛心的店 因為這次他們推出的是 為了要保護台灣 所以就是外帶的話 用這個活動這樣 那誰今天計劃是 調查看看 加一多一盤 喔 那誰今天點的是哪一家店呢 紅盤金犬韓式燒肉 然後現場有報導者在那裡 我們試試看 大家好 我是現場報導的Soto-chan 我來新義區的台北同一時代 聽說那個餐廳在七樓 這裡美食街 都看不到什麼人 將將我到了 就是這裡 店裡前面就看得到 加一元多一盒的看板 買小盒就送小盒 買大盒就送大盒 口味有六種 買一盒都可以選兩種 可以先打電話預約 再來取貨 我的餐點好像就是那個 記得要消毒 實名字 一起翻譯 加油 拿到了 24隻 真的是只要300塊 但味道會好吃嗎 那還給現場的Soto-chan 喔 翻譯期間大家辛苦了 對 那這次我買了四種口味 馬四種呢 雪花起司炸雞 韓式辣醬炸雞 煮出碧蜜炸雞 又香糖醋炸雞 煮出蜜醬炸雞 煮出蜜醬炸雞 那我想先吃 他就講最想吃那個 好像店家說 最有人氣的辣醬的腦 將將 韓式辣醬炸雞 算是經典中的經典嘛對不對 對 開動 哇 很大一口 看起來好像蠻好吃 而且蠻有汁的耶 嗯 這個的話 他皮有一點點是掉的比較可惜 可是這個醬蠻好吃的 胡椒的辣味跟辣醬本身的辣味 很多flavor的感覺 嗯 而且這個辣度應該是Soto-chan不能接受了吧 有一點 可是因為肉本身很甜 所以一起吃的話很好吃 哦 哦 我是覺得這個應該算是比較辣 是這支可能沒辦法吃完一支那種辣 可能吃完一支的話你可能就要喝水了 然後他的皮 我覺得算是有點濕掉 可是還是有點那個脆脆一顆一顆的感覺 哦上面還有一點點芝麻耶 難怪那麼香 哦真的耶 那因為林林有吃過很多家的韓式炸雞 那跟其他電筆的話有什麼差別嗎 我自己覺得他的辣粉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你看他的那個粉狀其實也蠻多的 然後他的話感覺我吃到蠻多韓式炸雞他們都是這樣 非常非常多 就都要完全蓋過去 他看是給的是剛剛好 你還吃得到脆脆的皮那個本身 所以我覺得有點像是偏向台灣人會喜歡 不過他的辣度我覺得喜歡 很適合配酒 真的耶 它還蠻重口味的 好那這個辣醬韓式炸雞我們給的評價是 三顆星 那下一個林林想吃哪一個呢 我有一個蠻好奇的 那個是柚子糖醋嗎 有吃過糖醋 可是好像柚子糖醋好像比較少見 那來吃吃看 好 柚香糖醋炸雞 他整個外觀看起來的話 很像台式的糖醋排骨 很像自助餐會去看到那種 一排的那個 對對對 那你先吃吃看嗎 開動了 再一口 好酷 欸好吃耶 而且其實我吃低頭的時候我會很嚇到就是 不太熟悉的味道 可是後來吃第二第三口 我越來越爽口 我會一直想要繼續吃 一直想要繼續吃 而且我覺得 一上講講會喜歡的那種柚子味 喔 一上很像喝柚子酒之類的 對 然後他就是有點那種 酸酸甜甜的柚子的味道 啊那完全就是那個韓國的柚子醬 那個醬汁的那個 對就是類似這樣把裹成炸雞 雖然吃過有點鹹甜鹹甜的 我個人還滿喜歡的 喔 那我來吃吃看 好 我來吃吃看 究竟我們的柚子醬是不喜歡的阿豬 我嘴巴好燙 你叫我柚子 對 他很喜歡 就是像是我們每天在喝的滴酒的味道一樣 所以我其實在吃第一口 所以我第一下就說柚子醬會喜歡 第二口 柚子醬應該會喜歡 嗯 我覺得柚子醬會喜歡 好啦 好吃到掉下去囉 太好吃了吧 對 嗯 有點好推薦 因為韓式炸雞麵真的很多 可是這個口味真的很難見耶 嗯 對 他的醬我突然覺得 比剛剛那個韓式辣醬還要多耶 嗯嗯嗯 他是真的是稠狀的 然後把它包包裹著 清空向下很閃閃發亮 可是這個的話沒有什麼辣味的 我覺得是甜味的很多 對 因為他是連炸雞的 雞的味道都不太沒有 都是醬的那個香甜的味道 好 那我們給這個 柚香糖醋炸雞的評價是 3.5 這麼喜歡 這麼喜歡 覺得很有特色 在其他地方都不能吃 那你可以那個 家園都一見嗎 對 你4個全部都是那個 24個帶回家 全部都是這個 哇 好爽喔 而且說到這個 它其實原本299它就是兩種口味是不是 對 所以等於說我們家一元可以選4種口味很划算 因為 以韓式炸雞麵仔這個價錢是怎麼樣的 我是 平常299這樣兩盒的價錢 我個人覺得算是合理的 嗯嗯嗯 可是加一元然後就有這樣再多了兩盒 的話 現在來說是非常划算 等於讓我們兩分下來真的兩盒150 金打細算 金打細算 讚 金打細算 金打細算 讚 這樣的話我們還有附兩個 這個 要吃吃看嗎 白蘿蔔嗎 這感覺是柚香蘿蔔有沒有 裡面有那個柚子 上次我們跟友禁拍的時候說 跟這種小菜一起吃是必吃對不對 對 我覺得這是好吃的 可是它跟我們印象中是到的韓式蘿蔔的菜一樣 嗯嗯 除了它是片狀的以外 它的 它好像沒有那個甜 可是它的甜是清香的甜 又有的那種清香的甜 嗯嗯嗯 然後因為一般我們是要那種 鹽蘿蔔花 味道上很強烈 可是它的話是比較溫和的酸甜 嗯對 嗯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種的比較清爽一點 可是像你那樣吃起來比較基本的話 可能覺得這個有點低調 需要Punch的話可能就不太適合了 接下來我想吃起司的 喔 好啊 雪花起司炸雞 有那個滿滿的 snack的起司的味道 它這樣甩了一個尾 這個感覺好像沒有剛剛那個那麼喜歡 可是 媽媽媽媽 選擇它的起司粉太多 好像在吃snack的味道 哇很像餅乾的起司味 跟肉一起吃有一點怪怪的感覺 我的意見可能跟小燕姐有點不一樣 以它的名字叫雪花起司來講的話 它的起司好像太少了 因為我之前吃到的韓式炸雞 他們的雪花起司都是滿滿的 你根本看到那個皮 嗯 對對對 嗯 可是它感覺就是這邊有啊那邊有 這邊有啊這邊有 比較分散一點點 這個雪花起司通常都是用真的起司的 我的那種白白粉粉的 嗯 可是這個我自己是覺得很人工的味道 感覺是那個起司味不夠 反正那個甜味比較多一點點的話 啊 有可能是因為這樣我覺得很像餅乾 就是好像可以再更鹹一點 更有起司感 對耶 它這個真的只有起司粉再灑上去的感覺 之外它們什麼調味都沒有對不對 對 覺得好像可能 要灑的話這樣灑的更assari一點 嗯 如果有很多口味的話我可能不會選這個 嗯 不會是 哈哈哈哈 我們給這個雪花起司炸雞的比較是 1.9 Why 1.9 我好好笑 為什麼 你看你在笑我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可愛啊 所以Why 就很像那個 我的電影的小小朋友在 Why Mommy 就在那種Why Why 啥豆 Why Sugar Sugar 來 同一首歌嗎 同一首歌 好啦我來試試看囉 要來囉 喔 Sugoi 韓式炸雞博士的感樂ね 我給你的理由一點 嗯 是我們一頭 我們看到它的名叫做 主廚蜜醬 其實就是醬油炸雞 啊原來 所以完全不秘密 就是醬油 沒有是好吃的 可是它吃起來 我覺得好像一般的好吃 好像到處都有的味道的感覺 醬油炸雞的話 是很和風的意思嗎 日式炸雞那種 嗯 又不再更甜醬油的感覺 日本和風是有點鹹嘛 它是甜的 吃下去 啊 啊 開始吃到 開始有點小發呆了 喔 但是吃得很乾淨 厲害厲害厲害 好甜喔 嗯 可能我是日本人 所以我喜歡鹹醬油 所以覺得 有醬油的味道 可是很甜 有很有味和感 我還好 可是如果 我不跟你講它醬油的話 你會覺得它是什麼 有一點像那個 味道的味道 因為日本有甜醬油 通常是會用到甜點比較多 像那個 湯汁 或者是喝果汁 所以覺得 喔 用在肉有一點點 我希望再更鹹的感覺 可是這個甜味 台灣人應該會喜歡吧 嗯 喜歡 是台灣人喜歡 好吃的甜味 我覺得它整體來講 真的是好吃 就只是 我不小心自己給它 氣味太高了 啊 名字很酷酷的吧 還算是蠻有特色的一家店 因為它每一家東西 其實算是 落差其實蠻大的 嗯 辣的東西很辣 甜的東西很甜 好 那這個主廚蜜醬 我們給的評價是 2.2 2.3 那我們繼續吃吧 好 好結束囉 這樣因為畢竟 可能大家只要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嘛 所以推出這樣的活動也算是 蠻活心的 對我們當消費者來講 也是一件 也謝謝非常辛苦的葉子 還有大家 才能吃到這樣子的活動 嗯 真的 嗯 而且他們好像都可以自己開車去 然後他們會送到一樓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接叉這樣子 哇 這麼好 所以很貼心 就是大家各位的反應在加油的感覺 而且今天我們今天吃下來這四種 你那你最喜歡哪一個 柚子 哦 果然沒錯 超好吃 這四款下來的話 我個人也是最喜歡的就是柚子 嗯 有機會他們想吃看我們家烤肉 等一下這好像業配哦 這不是業配 不是也歡迎給我們業配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不要忘記我們烏烏賣美食頻道 都是每週二 每週五 還有每週六的 五點更新 記得幫我們訂閱 開啟下小鈴鐺哦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 掰掰 好那我們給這個柚子 柚子香什麼 柚醬 柚醬糖醋炸醬 柚香糖醋炸醬 柚香糖醬醬 好那我們給這個柚子 柚香醬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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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 谢谢记忆谢谢 谢谢祝谢谢 展秀每一刻的瞬间都是无比幸福 大概